Hello 大家好 莎姐 大家看到莎姐最近是瘦了 輕了2-3kg 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其實沒有刻意減 只是戒了一個甜食 又乖乖的沒有吃飯 沒有亂吃東西 所以瘦了一點 純粹是因為有糖尿所以弄成這樣 也有一個不錯的 大概10月初 不是 11月底 10月底 有糖尿 那時候的指數是恐怖的 吃飽了飯是20 然後胸肚也10.9 現在平均來說 吃了藥 再加上自己乖乖不飲動 平均胸肚也是7.5左右 7.5 那種 都算是可以勉強 OK 當然不是最健康的 不是理想的指標 但可以接受 暫時也會繼續 暫時也會繼續 當然肚子回家 會放牢 暫時先接受 今天我也是做了強檢 所以我今天沒有上班 其實憑良心說 我們因為區議員做事 很舒服的 你可以體現到的 一個社區 然後去到一個城市 好像我們現在區議員 我們區議員 我不可以說他們是民建聯 所以特別好一點 不會 是那個區議員特別好的 民建聯也有冷度 每次我們需要強檢 好像我們分散得比較 我們整個村分散得比較散 山頂 我們這裡兩頂 山腰兩頂 山腳兩頂 總之是哪一頂 是需要強檢呢 他就會在你那頂附近的籃球場 去做一個 叫做什麼 流動的採養中心 那就很方便 我今早下去 其實下去都不用十分鐘就已經搞定了 今早還在下雨 相對是會慢一點 但其實是十分鐘內就搞定了 當然有一點阻滯 就不是因為有些什麼 是前年有些婆婆 她不懂 沒有登記到那個叫做 安心出行 只要你登記了 你就可以掃個QR Code 那你就可以免費檢測的 很多婆婆都不懂的 很多婆婆簡直是不知道的 於是那個登記員 就很好心教她 在哪裡找到一個位置 叫婆婆填一些資料 可以的話就現在和她一起填這樣 我當然是做了 很簡單的 其實這個流程呢 就是當你進去安心出行 你這裡這樣掃過去 然後再掃過去這個 預約登記檢測 你一按進去 就有個QR Code 如果你是需要強檢的 你有這個QR Code 直接給個登記員掃 就沒有問題 很快不用再和你核對身份證 她都會問你拿身份證來核對一下 看一看 但就不用再輸入 不用再等等 她立刻幫你掃個QR Code 所以是很快的 都建議大家趕快登記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樣登記 就可以看回我社群那裏 我應該有CAPTA的圖給大家 剛才就看了一段新聞 不 先說一下 其實 雖然享受這些福利 但是 一單還一單 其實我也覺得是有少少 浪費公帑 這個就是 梁森華是有少少浪費公帑的 雖然現在自己在享受福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我不是今天 我享受福利的那個 是我 我看到別人這樣 我就會說 哇 是不是很浪費 其實真的在某程度上算浪費 你要想一下 你一棟樓有多少人呢 你要做強檢 你有兩天安排給他們做強檢 即是今天和明天 即是你兩天都要派人來 那你還要設牆呢 那些桌子啊 椅子啊 那些帳篷怎麼樣呢 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搬來 還是我們區議員有 可以幫他設好牆 我不知道 那 就算是 區議員可以提供某些東西 他們不用帶那麼多東西來 但他始終要找車車的 叫做什麼 物資過來的 例如 他們的消毒東西 他們的尺子 他們的瓶子 那些類型 他們全部都是自己拿過來的 那應該是一車車過來 那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來的 那所以其實就是 其實是有點浪費的 因為我們的村子又不是大 那當然啦 這頭說完這頭散 畢竟 真的在享受福利物 他人 有其他人是頻道的 他不能享受福利的 即是第二區不能享受福利 拿來插我的 那一件事啦 但我享受福利 我又不方便 說得太盡 但我都承認 某程度上是有點浪費的 那好了 剛才看了一段 今天發生的 我真的 其實我看完那段 我都不知道 做什麼鬼的 那就是說 今天中達就有個畢業 做一個畢業禮 那有些什麼 智力有問題的學生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還要資助這些中大 真的很自... 你剛才在畢業禮裡 你不穿個帽子 你用一個黑色膠袋 套著裝帽子 然後就在那裡抗議 但你抗議一些東西 其實... 我看完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除了一個什麼... 很難看 合資格捨束 然後最後一個SU選民 然後他就說 有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 抗議 又說中大轉了校徽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你真的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就是說 沙子交易所 你要告訴我 你要把沙子交易什麼 老實說 你現在讀大學的 又是你自己 你可以選不讀大學的 你可以選不出來做事的 什麼合資格捨束 你覺得自己很委屈嗎 要被人壓榨嗎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病啊 那你就不要讀書 那你就不合資格捨束 那你就可以自由去吃 我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你們特別矜貴 還是腦袋是特別受損了呢 有誰不用擔心 你爸爸媽媽媽不用擔心嗎 不是嘛 說得好像被人虐待 你都未出來做事 你就說自己是社畜 你沒事吧 人家社畜是說日本的工作文化 例如 他說早上晚上五 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比老闆早上班 可能七八點就要回到辦公室了 我真的見過 大家知道我社畜是沒有遲到的 基本上是不遲到的 我九點鐘回到去 我記得那時候回日本公司 我九點鐘是上班的 但九點三之前都不算遲到的 但我永遠都是九點鐘之前回到去 但是我九點鐘回到去 那些日本蘿蔔頭已經坐在那裡做事了 我不是說我九點前回到八點五十幾分 我通常是八點九回到去的 他們已經坐在那裡做事了 已經整好那個架局了 還有呢 他們收工 不可以早過老闆收工 一定會遲過老闆收工 那時候我們做會計部 你知道啦 外面那些交易所 四點鐘就關掉了 即四點鐘就已經關掉了 那我的同事做入機的 通常五點鐘收工 我都可以留一會 因為有時候 看看單多還是單少 單多的 那些同事分分鐘入到五點多 那當然啦 那些同事是有計過條數的 那他們會計過條數呢 就是他自己的條數 就說 四點鐘就關掉了 那我不可能 五點前 我就算入機入到四點半 那我 那四點半至五點 怎麼辦呢 讓老闆看到我沒事做不行的 那他們通常都會入到五點左右 即是四點九 那樣 然後進入了 但是我們要運動機 我們要所有同事停機 去運動那部機 我們要通知電腦部 運動機 一運動就有兩三個字 運動完之後 我們要對著看了 然後 才完全沒有問題 跟我們本寶沒有問題 我們才再接電腦部 再運動多次機 這樣有兩三個字 然後運動完之後 才叫他上載 其實 很多時候我都要運動到六點半 運動到六點半 那時候收到五點 我大概收到六點半左右 或者六點三左右 電腦部是會更遲的 因為我叫他運動機 我就可以走 而是要運動機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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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都不走 你完全沒有看到他有意識 企圖是會走的 而在日本的那時候 那時候是更加慘的 他當然是七、八點 這樣回到公司 但他很多時候 做到九點幾十點 老闆還沒走 不能走 然後 老闆 就說一起去喝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陪他瘋 然後坐的士回家 然後第二天早 八點鐘起床 這些才叫射速 那你香港 暫時 你的工作是否真的這樣 那時候 那時候 你也看到很多工客 就像我旺角那份 他不用OT 大家一小時就走 都這樣叫不叫射速呢 你都沒做 你憑什麼說叫射速 講到自己這麼委屈 那你說到自己這麼委屈 你就叫你媽媽給你錢 去外國讀書 當初 你就叫你老爸 幫你介紹那個鬼仔鬼妹 就這樣娶了她 或者嫁了她 然後就在那邊生活 你出來做事就是辛苦的了 哪有這麼輕鬆的 那你說餐廳櫃 就是 那這些你和你學校反映 你也不是現在來畢業說 你是應該一早說 是不是 你現在走你才來說 你會不會遲了一些 你會嫌貴都吃了這麼多年 怎麼這麼多年 你不出聲 你現在才出聲 在畢業禮裡出聲 好看嗎 還有你真的 明明有畢業袍 你不穿著 你用膠袋套著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委屈 我真的覺得 你是自己拿架來調 如果萬一一個不幸 好老實說 其實都不幸 真的被人拍了你的樣子 你不用找工作了 你夢想成真 你不需要做社畜 應該沒有人願意請你 你心目中 那些大公司都不會請你 不是歧視你 它不是說 你有政治立場的大公司 是因為你這樣的款 我真的覺得 你智力是有問題 你連最基本衡量特色都有問題 我怎樣把公司交給你 或者我怎樣把工作交給你 等於你會不會交給一個 一些真的重要的事情 交給一個 真是智力比較弱的人 你不會的 我不是歧視一些智力弱的人 我看到很多時候 麥當勞 或者我看到有些公司 因為有時候我都會去別人公司 都偶爾會看到一些人 是會請一些 大公司都會請一些 智力沒有那麼好的 但不代表他做不到事 你只要 就回他的能力去給他 他們做得很好的 那些真的你叫他影響 很乖地影響的 是不會漏的 你放心 你能看勞博那些很乖地抹桌 除非你捕不捉過他 就會做偶是的 但你一步步步 Eun instit思 他會做那麼多的小段 其實是因他的能力去安排工作 但問題是 你是大學不業 但是你的能力 你的智力好像不是 那我怎麼安排工作給你呢 但是你又要求某些工作 所以我是人事轉管的 我是你上司的 我就會覺得 你這麼快就說寫速啊 你不打算OT 你打算舒舒服服 喂 有什麼工作是舒服的 沒有的嘛 你自己做老闆 你都不可以說我很舒服 沒有可能的 因為你做老闆 你不要說你不用受氣 你對著那些客人也要受氣 因為你要求他們給你生意 但是你對著下面的員工 員工你是不是會受氣 你也是會受氣的 當你的員工真的拿著你的命脈的時候 你都會受氣的 你是可以 炒掉了 請別人 但問題是你可不可以用同一個價錢 請同一個質素呢 可能你要多加20%或者30% 都未必請到現在的質素 你是需要薄的 第二就是說 如果好像我們現在這一行 以前我們這一行不缺人 現在我們這一行有經驗的很缺 難聽些說句 我大哥也要看我的臉色 大家知道我個人 我又不會去說一些很過分的事情 或者很任性的事情 但問題是 我個人也是挖離脫的 你不是說每個人都會守得住 莎姐這些挖離脫 這麼直接的 可能我大哥也會覺得 這個女生這麼粗魯的 這個女生說話這麼挖的 可能他也會覺得這些 不過問題是 現在每天都要焗癮 他做得事就算了 不是說做老闆 做上司就不需要受氣 都要受氣的 我今天做檢測 因為其實我是昨晚才知道 我今天要做檢測 因為我區議員是很好的 昨晚他一收到通知 知道我們這個大廈要做強檢 就已經在樓下叫咪 就說我們是要強檢的 記住今天要去強檢 所以昨晚就 昨晚就 WhatsApp了我的上司 那強檢你們公司怎麼安排 他可能想過 你也要強檢 沒有必要走來走去 就說你先強檢了 那我就今天拼了 但是後來今天都說 你強檢完了 結果還沒出 他說你有沒有徵狀 我都沒有徵狀 他說你明天上班 好不明天上班 我說好啊 那我做完快測之後 沒問題我就上班 這樣 他都要做這些 不是以為老闆就不用受氣 別人出糧給你那個都要受氣 那你認為你去打工 要求人給你錢 你不用受氣嗎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覺得現在做學生是大了 當然我們是很渴望 我們的年輕一輩 是能夠成龍成鳳 是能夠接到我們爬 但問題是 不是我們押著的位 有時候我都經常說 不是我押著的位不讓你上 有些年輕人會看到莎姐 好像很差勁 做兼職 薪金又不差 又可以隨時說放假就放假 好像很差勁 你不要看我 是怎麼樣 我能夠做到這樣 我不是沒有原因的 別人會讓你做兼職 別人會信任你 是因為你做事交不交代 你有沒有看到我做事交代那一面 我昨天在醫院 不是前天 星期二在醫院 我昨天不舒服 因為太累了 星期二那天頻繃得太厲害 昨天不舒服了 我休息了一天 我記得我星期一那時候 我上環那邊 都問我一些事情 關於工作上的事情 因為我會計那盤數是做四年 其實我現在做到最後一年了 但他就想看了一些 他問你可不可以 一部份給他看 我就已經可以告訴他 我當時人還在其他地方 不是辦公室 我自己可以告訴他 你在我的電腦裏 哪裏哪裏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 Excel的了 然後我用Quickbook去知道 然後文件就在我樓下 然後我就會告訴他 那些東西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東西全部寄在路的 這些東西是交大的 那你有沒有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能夠做到這個 還是你 阿哥找你的時候 我正在放假 我不管他了 回來才說 當然啦 那個道理是對的 我正在放假 我當然要等我回來 但你又要想一下 如果你放假 一天半天 難聽說那句 你大佬都會做 一天半天他等你回來 但因為我上個星期五 回完之後 我星期一 二 就不是回去那裏 我星期三本來是回去那裏 但結果 我自己不舒服 但他星期一找我 就是因為 如果我星期三回來的話 他一二 就是要等多我兩天 星期三才可以拿到一些東西 但他可能這兩天 就是有些空檔時間 可以看一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 是要互相遷就 這些就是 會做 或者有責任 但你們會不會呢 你這樣寫出來 已經被人看到 你根本就是不願意工作 你根本就是 將自己擺得很高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在任何大公司裏面 他是不會聘請這些人的 好老實說 他一天 你知道收多少的CV嗎 你以為只有你嗎 我記得我姐姐 我做人事 她說她登一個APP 不說多 不要說一個APP 幾個Post 只是其中一個Post 一天都成百幾二百封信 是百幾二百封信 一天 一個Post 你還沒計 還有其他Post 她說 誰有空和你看完CV 看你哪個好彩 你一天就百幾二百封信 你通常是看一個星期的 或者是十天的 那你想想看多少封信 但很簡單 他不需要看你裏面的客人 你現在這樣玩到自己的肚子都臭了 一看到你是中大 今年畢業不用想 現在是行規了 好的 就黑暴時期那段時間 那一兩年畢業的 不請 不好的 就這幾年 中大畢業的 都不請 算到的嘛 你19年黑暴 我當你E1 現在就差不多了 讀四年 19年 你去到2023年畢業那些都不會請 你現在本來已經是 難聽點說的 本來已經是比較淡化了 你又再這樣玩 荒死人不知道你們是補大 即 我這樣說 你不想做事 你喜歡這樣玩 就不要緊 但你不要害街坊 你不要害街坊 你不要害你整個小時 大跌同學 現在除了最穩陣的 就是讀醫科那些之外 其他商業那些全部都不穩陣的 你不需要找工作 本身市道就不好 再加上你們這樣做 商業最重要的是什麼 圓滑 尤其是大公司 他聰明人 多得是 當然你們那些 不是聰明 你這些叫蠢 你想想 他聰明人多得是 他要求下面的人是什麼 和諧 能夠走出來見得人 那隻走出來見得人 為什麼大公司 經常都會請一些 就是傻姐經常都做大公司 為什麼會經常被大公司抹中 原因就是 你的談吐是要見得人 因為大公司很多時候 都是會有人客 人內任往的 你走出來的言談談吐 就是代表了他公司 就算你不是見客那個 會影響他公司的形象 所以他通常會選一些 在大公司做過的人 知道大公司規矩 不會遷阅 什麼都跟隨規矩 不會多問 那時候我試過在City Bank那邊做 本福利書 員工福利書 這麼厚的 因為不同的gray 有不同的東西 寫了 在這裏 直接寫了 什麼級數的人員 出trip 幾個小時就可以搭什麼種類的機 幾個小時就可以搭什麼種類的機 可以住幾個錢的酒店 寫到極明的 還要寫明 你如果非短途的經理級 就不知道可能是 只可以坐business 或者是什麼 那都明白的 那你想想 你們這麼個人主義的 大公司會不會容得你 你只是個人事部那關都很難過 祝你們好運 你們自己不喜歡做事 但不要害了其他人 不要害了你其他同學 現在就是很有趣的 很壽視心態 我自己找不到工作 我要玩的 我找不到工作 我都要你們陪我找不到工作 真的很奇怪 那今天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